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艾伦恩 那么今天带来的是勘探员的视频 在很久之前,Roling曾经问过我要不要买这个黑白无常 然后也正是这个问题让我决定把这期视频录制下来 也算是专门为他录制的一期吧 然后这边呢,就是先往最安全的这个修机点跑来修机 对不起,我打脸了,这里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里也相当危险,西下转个点 但是讲道理啊,一般屠夫你出生之后难道不应该先去海边或者小屋看一下吗 怎么突然就跑到这个最不常来的点了 我还没摸鸡呢 我靠,这个笑声好邪恶,好像被抓到就要失去震操一样 真恶心 怪大叔快离开我 这个话说回来的话,就为什么不建议买黑白 是因为你黑白买了之后你肯定是不可能带张狂的 但是你前期的话,比如说像遇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是很难打到人的,所以说你的这个技能 这个辅助技能一直开不出来的话 你就很难办,对吧 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很尴尬,你很难去翻盘 除非,除非说你,就是突然,怎么说放弃去找别人 不然的话,这样的情况你是很难很难抓到人的 可能一整局下来你这个技能都不能完全开满 诶,这都丢中了啊 诶,那还是不错嘛,本来以为会丢歪的 哦,你听我这个勘探跑的声音,感觉都要跑出肺癌了 只能往海边转了 希望那边的鸡能够立马修完 快了快了,天生音快了 这还行,修完了 哇,没注意到 呃,上船上船上船 这边可以来一把骚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探员为什么在这里就可以变得很骚 一吸回到解放前 爽不爽 那我可以安心的修机了 哎,这还行啊 说倒就倒 这个,这没办法 真的菜 菜的像演员 不知道到底是菜还是是个演员 总之就很难说 然后话说回来啊 最后这个,反正道理是讲了嘛 然后其实Rolling最后是没有买黑白的 啊,对此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有一种父亲看到儿子有朝一日终于长大的那种 安心和欣慰的感觉 真棒 其实这边现在就应该开的 因为砸板嘛 但是当时没看到 然后结果开的时候 已经晚了 啊,给傭兵压了一个一刀斩 顿时觉得自己坑到爆炸 一股愧疚和自责瞬间涌上心头 像海啸一般拍打着我脆弱的心灵 我是真的菜 很想回去把空军救回来 啊,不,什么空军啊 啊,是傭兵,傭兵 看他往哪边挂 如果往门口的话 其实可以干扰一下 有机会 但是海边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 一刀斩过去基本上是送死 可能是一个双岛 嗯,但是我会吧 啊,我会不见尽